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表面上爱玩,但其实内心非常有主见,又愿意吃苦努力 一开始看陈晴玲也没有get到王一博 之前在天天向上赏花那期我就注意到了 但是我对她的印象居然是中二人设 记得陈晴玲开播,每天微博都有推送我也没看 就注意到一个粉丝要捎王一博的裤子这条热搜 后来我闺蜜强势拉我入坑,看到莲花雾传戏 我都没看出来是单美情,接着就是看了101那个女团五倍圈粉 后来我偶然刷到了一个剧评,她写了七八篇蓝忘机的分析 看完真正理解了这部剧一博下了多大的功夫,又演技有多好 因为我第一遍专注剧情,基本上对蓝忘机没有什么关注 因为剧评我又刷了第二遍,才get到蓝忘机的微表情 肢体语言,眼神和情绪的演绎有多么到位,蓝忘机一博演得很好 尽管很多人可能会忽略,但是一博还是努力地表达出来了 作为她的真爱粉,每一部她付出心血又不为外人认可的作品 真爱粉都应该跟她达到共鸣啊 我身边也有单纯的眼粉,不看她营业不关注她作品,也不在乎谁黑过她,但是也打榜克金 这种粉丝也是粉,每个人的追星模式不同,求同存异就好 怎么说呢,我觉得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选择决定成败 有几个关键性的,签约月华,签约天天向上,陈情岭,后面都水到渠成了 13岁签约月华当练习生,是孩子自己做的决定,个人觉得也算从小看到大吧 我身边认识的狮子做男性,即使表面上爱玩,但其实内心都是非常有主见,又愿意吃苦努力的 一般他们设定一个目标,都能达成,我也觉得他缺乏安全感 与其说我磕CP,不如说磕王一博,他和谁一起玩能开心我就磕谁 真的,磕久了就觉得王一博只是想有个哥哥,可以保护自己的那种 所以碰上和自己聊得来的哥哥就自动变成王甜甜模式 无论是对李问汉还是孝战,还是天天兄弟 他说自己不宠粉,毕竟他忘不了几年前找灯牌的失落 不敢把希望寄托在粉丝身上,只能不断丰富自己 当然,也可能害怕会脱粉,然后一个人面对曾经那种无数次的尴尬 他以为没有粉丝会一直喜欢自己,但是一直会有粉丝喜欢自己 所以要变得更好,而粉丝,恰恰喜欢他这种骨子里的温柔和努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感谢您观看 感谢您观看